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标普英语 今天我们学20个单词,20个句词 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订阅 当然在视频当中,我强力建议大家跟着我一起读,一起练习,增加自己的口语 让自己的口语变得更流利 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吧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词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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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的意思 page 在这里我们句子 turn the page turn the page turn the page 翻页的意思 在这里turn就是翻的意思 the page 下个单词和句子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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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园 park 公园的意思 콘's 去更有 gewoon较给 typed pika pika over vez созд Shout with me up to me up to me up to you up to me up to me up to you up to me up to you up to me up to the page hear yo up to you and up to you up to awesome 下个单词和句子 植物的意思 植物 在这里我们句子 这个植物能吃的意思 下个单词和句子 这个就是拉的意思 拉什么东西 在这里我们句子是 拉我上来的意思 拉我上来 下个单词和句子 rabbit 兔子的意思 在这里我们句子 I have a rabbit I have a rabbit 我有一只兔子的意思 I have就是我有 a一个rabbit 兔子 I have a rabbit 我有一只兔子的意思 下个单词和句子 我们句子 take a rest 休息一下的意思 take a rest 休息一下 可能你看到一个人很累 你可以说 take a rest 休息一下 下个单词和句子 rock rock 石头的意思 rock 我们句子 there is there is there is a huge rock there is a huge rock there is 那里有个大石头的意思 there is 就是那里有的意思 a huge 一个非常大的 rock 石头 there is a huge rock 那里有一个大石头 下个单词和句子 s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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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了的意思 saw 见过了 这个呢是 see的过去式 我们句子 I saw it I saw it I saw it 这个呢可以翻成为 我已经见过了 我见过了的意思 我看见了 I saw it 可能有人问 可能有人问 did you see that 你看见了吗 你可以说 I saw it 下个单词和句子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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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的意思 seven 七 我们句子 I have seven apples 我有七个苹果 好 I have 我有 seven 七个 apples 苹果 I have seven apples 下个单词和句子 sky 天的意思 sky 我们句子 the sky is blue the sky is blue the sky is blue 天是蓝色的 好 the sky 天 is 是 blue 蓝色的 the sky is blue 天是蓝色的意思 下个单词和句子 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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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的意思 than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你的意思 thank you thank you 什么事情之后 说thank you 比较礼貌 下个单词和句子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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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了的意思 told 告诉了 在这里我们句子 he told me he told me he told me 他告诉我了 he told me he told me 他已经告诉我的意思了 he就是他的意思 男士的他 told 告诉了 告诉了谁 me 我了 he told me 他告诉我了 下个单词和句子 t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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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的意思 took 拿了 在这里我们句子 he took the book he took the book he took the book 他拿了这本书 他把书拿走了的意思 he took 就是他拿走了 拿走了什么在这里 the book 这本书 一本书 一本书 he took the book 他拿走了一本书 或者他拿走了这本书 下个单词和句子 w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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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了的意思 went 去了 在这里我们句子 she went home she went home she went home 他回家了的意思 she 就是他的意思 女士的他 went 回了 回了哪里 home she went home 他回家了 可能有人问你 谁谁谁还在不在呀 如果他不在的话 你可以说 she went home 或者说呢 前面呢 不光是女士的他 也可以是男士的他 he went home 都是可以的 she went home he went home 下个单词和句子 w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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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了的意思 woke 在这里我们句子 he woke up he woke up he woke up 他醒了 好 什么人醒了 你可以说 he woke up 或者是女士的他 就是she woke up 都是可以的 he woke up she woke up 下个单词和句子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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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的意思 work work 工作 在这里我们句子 go to work go to work go to work 去工作的意思 go to就是去的意思 go to 去 work 工作 go to work go to work 去工作的意思 去上班 去工作的意思 告诉什么人 go to work 去工作 就是这样说的 下个单词和句子 z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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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园的意思 zoo 动物园 在这里我们句子 i went to the zoo i went to the zoo i went to the zoo 我去了 动物园了 好 刚才那我们有学过 went 就是去过了的意思 went i went 就是我去了 i went to 就是我去了 的意思 但是呢 你去了哪里 你去了 the zoo the zoo i went to the zoo 我去动物园了 好 i went to the zoo 可能有人问你 星期天做什么了 你可以说 i went to the zoo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标普英语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这个频道 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也可以点赞订阅 当然在这里呢 视频永远在这里 我大家留着 如果呢 大家有时间的话 我希望呢 大家经常来复习这个系列 因为呢 这里面非常的单词 非常多的单词 大家可以学习 然后呢 有非常多非常实用的句子 也是可以学习 当然学习当中 不要忘记 跟着我一起读 一起练习 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